这是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第183周年 上半年总会大会自盐湖城圣殿广场会议中心的转播 演讲者皆选自教会的总会持有全品人员及总会职员 本场大会的音乐由摩尔门大会堂唱诗班演出 来自世界各地的教会成员及职员齐聚一堂 接受来自教会领袖的中雇与教导 本转播是由邦尼维尔传播公司提供的公众服务节目 未经书面同意不得复制录影翻考或做其他用途 教会总会会长团第二资历迪特乌西多会长主持这场大会 弟兄姐妹们欢迎各位参加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 第一百八十三周年上半年第一场总会大会 我们要特别欢迎在会议中心和世界各地参与这场大会的教会成员和友人 本场大会由多玛孟孙会长主领 他指派我主持这场大会 我们要向出席本次大会的总会持有权柄人员及总会职员致上感谢之意 本场大会音乐由大会堂唱诗班提供 指挥师迈克·威伯格·莱恩·莫菲 管风琴私琴由理查·艾略特及安德烈·温斯华担任 唱诗班刚才献唱了以色列的旧鼠指 主为本场大会揭开序幕 现在将为我们献唱赞美诗 接着七十元蓝道班尼长老会为我们做开会祈祷 歌曲 李宗盛 歌曲 李宗盛 演唱完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们亲爱的天父 我们非常地感谢您 由这个机会 能够从世界各地聚集在这里 来参加这一次教会的总会大会 天父我们感谢您 感谢您赐给我们伟大的幸福计划 以及您的爱子 所赐给我们的救赎牺牲 天父我们感谢您 赐给我们这个美好的福音 及在后期时代复兴的真理 我们感谢您 我们有活着的先知 也就是多玛孟孙会长 我们祈求您祝福他 支持他 我们爱他 也爱他的资礼 以及十二使徒定额组的所有的成员 请求您祝福他们 帮助我们 能够跟随他们的中骨 祝福那些 祝福今天的演讲者 我们请求您天父 祝福我们每一个人 让我们能够愿意 打开我们的心 并且承诺去做我们应做之事 并且成为您要我们成为的人 我们将谦卑的祈求 是奉救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现在我们很荣幸能聆听 我们先知多玛孟孙会长演讲 在他演讲之后 唱诗班将现场听各国倾听 然后我们很荣幸能聆听 十二使徒定额组的 陪到潘长老为我们演讲 在他演讲之后 由总主教团的第二次礼 迪恩戴维斯主教为我们演讲 接着由总会女青年会长 伊莲戴藤姐妹将为我们演讲 亲爱的弟兄姐妹 我满心欢喜 欢迎大家来参加教会第183周年 上半年总会大会 自从上次我们在六个月前相聚到现在 这段时间里 我有机会稍微走访了一些 你们住的地区和你们碰面 去年十月总会大会之后 我到了德国 也很荣幸能在德国和奥地利当地 和那些地方的教会成员相聚 十月底 我在罗素培勒长老夫妇 奎格 奉献仪式所举行的文化庆典节目 实在精彩万分 我没有亲自出席卡加利的文化庆典 因为那天正好是孟孙姐妹的85岁生日 我觉得应该陪陪她 不过我们很容易心能够在家里的客厅 透过壁路电视观赏演出 在第二天一早 我就飞往卡加利参加奉献仪式 在波赛 有九千多名来自圣殿所属地区的青少年 参加文化庆典 许多年轻人 他们的家人 甚至都没有办法进去那个墙地里参观 就在上个月 迪特乌西多会长在乌西多姐妹 杰弗瑞赫伦长老夫妇 以及史未哲长老夫妇的陪同下 前往洪多拉斯的德古斯加巴 奉献了当地刚落成的圣殿 在奉献的前一天晚上 由青少年丹刚演出 举行了一场盛大的庆典活动 其他还有一些圣殿 有的已经宣布了 还有处于前置作业的不同阶段 有的正在兴建当中 今天我很荣幸 早上要宣布另外两座圣殿 在未来的年月当中 将要在下列的地点兴建 那就是犹他西德城 以及巴西里约热内卢 弟兄姐妹 圣殿的兴建持续不断地进行着 诚如各位所知的 在去年十月的总会大会上 我宣布改变年轻男女 可以在担任全部时间传教士的年龄 也就是年轻的弟兄 现在十八岁就可以去传教 年轻的姐妹是十九岁 教会里的年轻人的回应 相当热烈 而且振奋人心 截至四月四日 也就是两天前为止 我们有六万五千六百三十四名 全部使用传教士在传教 另外有两万多人 已经收到了传道召唤书 但是还没有进入传教士训练中心的 另外有六千多人 正在和主教支联会会上面谈 我们需要成立五十八个新的传道部 来容纳这些增加的传教士人数 为了维持这股传道力量 也由于许多传教士的家境并不宽裕 我们要邀请各位 就能力所及 慷慨解囊 捐助教会的总会传道基金 现在弟兄姐妹们 今明两天 我们会聆听到受灵情